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来到了美丽的厦美 来到了东海璀璨的明珠古浪域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屹立在古浪域东南端的正成功雕像 正成功的雕像面朝不难壮阔的大海 身披盔甲手按宝剑形象挺拔刚进气势雄伟 好下面就请大家随着我从这里走进古浪域 今天当我走进古浪域的时候 我沿着古浪域的海岸线继续往前走 不远处就看见了我国的民族英雄 正成功的雕像 看这就是他的雕像 他面朝大海手持宝剑 刚进挺拔 气势威武 好 让我们继续向前走 分享 顾浪域的雕像 刚才我们参观浏览了 正成功的雕像 现在就来到了正成功的群雕前 看 多么威武 多么雄壮 这就是正成功和他的将士们 好 让我们继续分享 顾浪域 现在大家看到这十个大字了吗 不登日光颜 不登日光颜 忘费 下门汉 顾浪域 国家 五一级 旅游名胜 风景区 好 让我们登上 日光颜 从这里 就开始 登上日光颜 看 三个大字 日光颜 好 让我们继续判断吧 古浪动天 日光颜 其实名气很大 海拔很低 海拔只有92.7米 好 让我们继续向上攀登 现在 我正逐步登上日光颜 这是日光颜前的一个防古大门 日光颜寺 这是由赵浦初先生所提醒 过一遍 这样它在冬天 我们的阻力 硬色 一遍 为了 这应该就是日光炎 天风海涛 鼓浪冻天 路将第一 看 让我们继续向前走 来分享日光炎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里就是日光炎寺 这是鼓楼 这是钟楼 你看 好 让我们沿着 这条路继续攀登 日光炎 在两侧 还有两个大边 左侧是大胸宝殿 大家来看右侧 右侧是弥勒殿 好 让我们沿着 道路继续攀登日光炎 在攀登日光炎的过程中啊 看到了很多的摩牙石刻 看 非常多 在我身后 也是 继续攀登啊 这里也有 摩牙石刻 看 非常地 非常的震撼 哎呀 特别棒 特别棒 好 让我们继续攀登 龙头山寨 龙头山寨 这个与 郑城宫的文化有关系 哎呀 这个日光炎的顶峰啊 虽然海拔不高 但是登起来啊 还真的挺费事 哎呀 登到这里啊 就满身大汗了 看 古壁 鼠洞 这里有非常多的 诗文 诗客 好 让我们继续 向前飞下 好 好 这下边 有些休息用的 石凳 石桌 继续向上 我现在已经登上了 日光炎 在日光炎里 这一个顶部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一些护栏 像是过去 为了边防所拥 而生之内 是不是 看看这里还有通道 这块石头 大石头 就是日光炎的顶峰 好 让我们登上去 现在 这里就是 日光炎的顶峰了 好 让我们被 登上去 现在 我已经登上了 日光炎的封顶部 从这里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波浪雨的拳后 我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 古浪雨滴周边就是大海 看风景多美 好 这就是古浪雨的全貌 全国重点维武保护单位 古浪雨近代建筑群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 现在我正在古浪雨岛上 进行参观浏览 看看这些老建筑 古浪雨素有 钢琴之都 它的建筑也被称为世界万国建筑 极大成者 看看 这些建筑都别具风格 非常的美 非常美 走在这街道上 特别的寂静 因为在这里没有车水马龙 没有自行车 所有的岛上人都是步行 在这里你根本看不到车轮子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古浪雨的建筑 这就是古浪雨的建筑的特点 看这些老楼 老楼的上方 每个窗下 窗上 都有雕花 非常具特色 非常的美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古浪雨音乐厅 看 一栋非常别致的建筑 古浪雨音乐厅 好 让我们继续分享 美丽的海岛 古浪雨 现在我就来到了古浪雨 马约翰广场 在马约翰广场上 这里有一棵 巨大的榕树 这棵榕树 大家看一下 应该 也有百年的历史了 马约翰广场 是厦门古浪雨人 为中国的体育事业 做出了他 重大的贡献 这是 马约翰广场 好 前面 还有他的塑像 这就是 马约翰的塑像 全身塑像 好 让我们继续分享 古浪雨 这是马约翰广场上的 体育塑像 看着两个小伙子 正在这里 踢足球 另外一个小伙子 看 像不像百米冲刺 这里还有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 这是做一个 什么样的体育动作呢 刷上来 继续往前走啊 这里 就来到了一栋老建筑前 看看这栋老建筑啊 非常的美 大门的双方 都有雕花 大门的两侧 都有石石 看这一栋老建筑 老别墅 在大门的一侧 这里有标牌 我们来看一下 全国重点围物保护单位 皇家花园 看 保护的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好 让我们继续向前走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里就是 原西班牙领事馆的旧址 看其建筑风格 西班牙领事馆旧址 好 让我们继续向下分享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一栋红房子 也就是日式建筑 这就是日本领事馆的旧址 看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一栋建筑 这就是原德国领事馆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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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